台湾前辈画家陈慧坤在大年初九病逝 享受105岁 他一生除了投入创作之外 也在师大美术系任教长达40年 也是对国内艺术界有很大贡献的教育家 走过105岁人生 台湾前辈画家陈慧坤在这个月10号离开人世 5年前在他满百岁之际 师大美术系还特地为他举办百岁回顾展 他本人也到现场告诉大家绘画让他多快乐 绘画不只让他感到快乐 女儿陈玉秀也说绘画也是父亲保持年轻的秘诀 我就跟爸爸讲说爸爸你看起来很年轻 他说当然了 他说作艺术家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你在做创作的时候你不会老 所以他说我走了105岁 可是我真正在画画的那个时间可能有六七十年 所以我只有六七十岁 这幅画是陈慧坤画小时候的陈玉秀 陈玉秀说父亲对他影响很大 让他知道从事艺术创作执着很重要 我觉得是他的人格特色 还有他对于艺术的执着 是我们人格的典范 陈慧坤年轻时曾在日本跟法国受过绘画训练 但他认为艺术应该要回归台湾这片土地 对台湾的美术贡献 除了个人精彩而多元的绘画创作 他在师大任教四十年 也是逃离满天下 今年七月他的学生们也将举办一场特别的活动 来纪念这位台湾前辈画家与教育家 陈玉秀说父亲的一生因为有艺术相伴 心灵很丰富也走得很安详 享受105岁告别式将在3月12号举行 记者去跟自庄志成台北报道